他說 我們一生都逃離不了這個比較 你不偏別人比 別人還會跟你比 那我就問Kid 為什麼呢 他說 十幾歲的時候 我們是在比智力 就是誰比較聰明 英文數學厲害 物理化學 會考試的智力這麼重要 智力不好的有沒有可能考到好學校 很難嘛 畢立業之後 二十幾歲比學歷 你是唸大學 還有人唸到碩士 有人唸到博士 我現在諮詢一個台大的博士班的學生 唸到三十歲 終於要拿到一個博士學位 三十歲以後是比能力 各位 我們可以從十歲比到九十歲 想不相信 十幾歲比智力 二十幾歲比什麼 三十幾歲比日力 四十幾歲比資力 五十幾歲比財力 六十幾歲比體力 六十幾歲比體力 七十幾歲比定力 八十幾歲看黃禮 九十幾歲看墓地 六十幾歲比之下 三十幾歲ह reward 五十 janu энth 那對的人就是貴人 所以人生這條路很長 我們只有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出生 但是無法決定我們什麼時候掛掉 所以會有一種手段很劇烈的 有些手段很劇烈還不一定會掛掉的 那現在來了 就是我們從開幕到畢母這段時間 有一種他絕對不需要人家子 就是跑龍套的人 各位你有沒有看過哪一部電影呢 得獎的是入人甲有沒有 就是在那個螢幕裡面 這邊路人走來走去 那根本就入人甲與秉丁 需不需要看劇本 跑龍套的需不需要人生劇本 但是要當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 他們是要拍鐵當你以後 就直接就演開始講對白還是要看劇本 請問劇本呢 劇本這些演員都會自己寫嗎 劇本都是會寫劇本的高手寫的 所以各位你人生的劇本是誰來寫 有時候哪有劇本 根本就一天算一天不需要劇本 有些是這樣故事者 我最近要抖對一本書 就是人生要活對故事 人生要活對故事就是 就是你怎樣活出人生最有價值的故事 有時候是憑自己的努力跟能力 但是真的是要有人指點 非常重要 我們這個中國字很有意思啊 各位中國字怎麼寫 這個貴這個字怎麼寫 貴人的貴這個字怎麼寫 那時候牛排是不是看到了 牛排沒看到 牛排是什麼蓋著 是不是一個鐵蓋 那個鐵蓋就是那個鐘嘛 上面那個鐘嘛對不對 看到沒有 那現在來的就是 誰會是你的貴人 基本上呢 你遇到才知道 那我想我今天下午會花一點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 我認識一位貴人 他給我的靈感 我整理出這個 解釋貴人有重要的六個很重要的步驟 今天下午如果我說 你什麼都聽的都忘掉沒關係 但是那個六個步驟是很重要的 好 好 那 來 OK 好 這個 這個交點兩邊 越 如萬俊術不如行萬俊術 行萬俊術不如月人物術 月人物術不如那 貴人子術 那你怎麼樣去找 指出一條道路 這個很重要 我這邊 因為我看 聽起來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人 居大眾 有誰可以直接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不用講話用舉手就好 你在現在就很清楚 你這輩子是最適合做什麼好業的舉手 果然沒有人舉手 年輕有幾次 好 再做等 年輕有幾次 有沒有兩次的 有可能 就是打幹細胞 哈哈 我是 我大概在二十六歲 二十七歲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 終於知道我這輩子最適合做什麼 但是我已經覺得我太晚了 那如果你清楚知道做什麼的話 那你沿路上都是貴人 所以呢我想 不論是你要找到什麼貴人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知道你自己最適合做什麼 很重要 如果你了解自己適合做什麼的話 沿路都是貴人 沿路都是貴人 因為有很多貴人來幫你指引 所以當貴人來敲門的話 你現在要選會貴人學 這個貴人學的幾個步驟的領目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一個基因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我大概四十歲的時候認識一個貴人 我想健康社跟高分社的社友應該都知道 我認識一個 我不是認識華倫巴菲特 雖然說這個 他不認識我 我認識他 華倫巴菲特他說 當你所景仰的人 會影響你下半輩 你所景仰的 那 各位 地球上這位打籃球人 他都需要教練 各個方式一般人 他都需要貴人 所以如果說今天呢 再厲害的人都需要貴人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 你應該是也需要貴人 認不認同 認同 好 來 我所認識並景仰的一位重要貴人 就是台灣甲骨文的前總裁 李少唐 我跟他第一次見面 是03年7月6號 在新生南部的國王會館 他那時候認識這個甲骨文的董事總經理 我為什麼記得那麼清楚 因為我有做紀錄的習慣 我今天的演講 觀念聽完不夠 有些習慣可能會影響一輩子 因為是已經對我很受用的 各位有一個習慣很重要 各位把寫下來 養成做紀錄的習慣 養成做紀錄的習慣 因為紀錄比記憶重要 比方說 你認識一個人很優秀 然後呢 你終於記錄下來 他叫什麼名字 什麼時候見到他 他呢 是從事什麼行業 他呢本身 他當時呢 有什麼特點 你很欣賞他 你記在你的PTA上面 而且呢 不是記一次 每次跟他見面的時候 都記日期時間 避典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是讓這個人對我印象深刻 為什麼 因為這一招很重要 我解釋一下 剛剛是不是提到2003年 我2004年7月6號 我呢 2004年6月1號 那個李紹棠第一本新書發表 就是永恆行銷客戶的老闆的人 我也是去參加 他的新書發表 本堂是給他簽 我第三次 2604月16號 吃飯隔壁桌又是他 我就把PTA拿出來打李紹棠 欸 2003年7月6號 符合會 2004年6月1號 新書發表會 我就是本人站起來 過去跟他說 欸David 你好 我是管家賢 很高興第三次認識 那個李紹棠還來不及反應 我就說第一次在2003年7月6號 你在演講 符合會 第二次是2004年6月1號 你的新書發表會 勇敢去敲老闆 我把拿書給你簽 他來不及反應 我說我是從事教育訓練 我想要你演講 我知道你可不可以來一大 接受我演講 講題叫做超級執行力 他終於開口 他的講第一句話就說 好 這樣懂你嗎 我的表達讓他來不及說 弄什麼 他呢 終於開口就直接答應我的要求 各位為什麼 為什麼他第一個開口就說好 還來不及說你是哪一位知道 因為紀錄也記憶重要 而且還不夠啊 各位把他寫後面用一個 用下一句話叫做 你一定要善用高科技來做紀錄 善用高科技 善用現在最新的高科技 可以 前兩次是不公平的 第三次大家機會都一樣 認同的紀錄是嗎 前方先生 我這邊提會的話 我今天每一位年輕的 未來的國家的主人 我以後每次參加一個聚會 不要聚會一完畢就 屁股排外出走 那是最浪費資源的 聽演講有幾個準則 我奉獻給每一位年輕的夥伴 你今天什麼沒有學到 學到自己知道就夠了 一樣都是跟我自己的人 而貴人老師很重要 跟你一樣 積極的人都不重要 都重要 而且積極的人會不會變成朋友 就能不能變成朋友